《明報》 遭到官方錄到譴責之後 《明報》決定專子文化上星期日開始停刊 結束了它四十年來斟貶時弊的置業 專子被迫引退也代表新香港的掌權者脆弱得可以 既容不下政治的諷刺 也不能依法取締政治文化 只有用其他方法不停向傳媒施壓 整件事件亦詭異之處在於《明報》到現在 對停刊事件不作解釋 專子文化是否抵觸法律呢? 又是否相封敗逐或違反專業操守呢? 有的話可以到現在才宣告停刊呢? 如果沒有的話又為何要停刊呢? 是否受到武力或延遲的恐嚇因此不得不就範呢? 宣布停刊之後 保安局長鄧炳強就知道《明報》的編輯 是不想報章被利用來所謂煽動市民對政府的不滿 因此停刊是一個負責任的決定 《明報》是不作回應 這個是物刑呢?還是啞印呢? 這份報紙好大都算是上市公司旗下的刊物 怎能夠是不家解釋 但又百般不捨地送走 和報章的喜見證社會變遷四十年的政治漫畫家 更不要說專子早已成為《明報》的標誌呢? 反觀特區當局也是行運其辭 特區官員就認為他們指責專子的漫畫 目的是要對所謂任何失實、偏頗、污衊、誤導的信息 直斥其非、以正視性 不過政治漫畫不是新聞報導 官員的指責只是反映他們對政治漫畫一竅不通 怎能用對新聞報導的要求來規範、表達、批評的諷刺作品呢? 正如當局介紹這個所謂明日大嶼田海計劃 或者香港融入所謂大灣區的構思等等 都是屬於未來的藍圖 不等於是事實 官員有關的介紹不少仍然是在空中流角的階段 但新聞機構能不能夠無視這些計劃的價值 單從新聞報導的要求 斷定官員的發言內容不是根據事實 因此是失實偏頗、誇張之類而不予報導呢? 其實政治漫畫不外是以漫畫去表達議論或批評 漫畫的內容當然不是寫實的 而是從時事之中提煉一個話題 想像一種情境以簡潔的構圖和文字 典眾議題被讀者聯想到時事本身的含意 引發共鳴和思考 例如尊子被批評的一張漫畫 裏面就有一個所謂人才版 貼街招去急拼這個世界級的人才 上面還寫著所謂接受科政管治者優先律用 當然政府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更加不會承認自己是所謂科政管治者 不過過去兩三年香港人以至海外僱員 移居外地的高達二三十萬人 當中不少是屬於專業人士 只是特區當局急於招攬的對象 而他們離開香港為數不少 是接受不了由國安法而來的科政管治 沒錯啊 官方可以辯稱這個科政是無可避免 因為只有霹靂的手段 才能夠所謂由亂及治 由治及興 但是又不能夠否認科政就在眼前 如果不是科政臨門 當局又如何可以解釋 迅速離開香港的人群可以是以十萬計呢 不面對這個根本的原因 招來的人才是可以在香港安身立命嗎 不能夠的話 人才流失的問題可以解決嗎 其實專制已經是非常厚度 不會話實科政是不能夠吸引人才 而是提出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專門吸引那些可以接受科政的人才 這樣成功機會自然會增壓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真正否認事實 科政這個事實是特區當局自己 不是專制 再者 當局即使相信專制的漫畫 他的信息是所謂的失實偏頗污衊和誤導 但是他們是抵觸了什麼法律呢 國安法生效差不多三年了 如果說是違反了 根據在哪裡呢 如果是有根據的話 過去三年 專制是天天在畫政治漫畫 何以不見有人執法呢 是誰人的錯漏啊 如果說抵觸了煽動法 這樣就更加離譜了 因為這條法律從來都有效 26年內任由專制不斷在所謂煽動市民 除了保安局長和特首 是難遲其咎 中央領導小組和相關部門 體力都是責無旁貸 更加重要的問題有兩個 第一 一個人如果公開所謂犯法 犯了26年 政府是可以從不檢控或者干預阻止 起飛是變相鼓勵縱容 甚至是協同犯罪? 其次專制是可以長期天天所謂犯法 不單止沒有破壞任何公共秩序 反而被憶大家的政治想像和思考 這樣這些法律是否多此一舉呢? 當然最合理的解釋是專制從來沒有犯法 否則犯法就是犯法 當局怎會輕易放過呢? 唯一可能是專制是違反了專業操守 但當局自稱是苦主 作為一個投訴人應該是交給第三的裁定 否則自行判斷專制不專業 就有利益衝突是違反了自然的公義 但當局從來沒有向任何的新聞專業組織投訴 又憑什麼得到可以服眾的判斷呢? 今次專制停刊事件的恐怖 正正是特區的恐怖 一個專業創作者沒有違法 也沒有違規的情況下 卑勒令停業 而當權者還可以口沒遮難 胡亂指控專制是有犯法之嫌 這個除了是親身示範 何謂失實、偏頗、污衊、誤道之外 假如他所說的代表政府 就更加是所謂煽動市民對政府的不滿 我是杜耀明今次的評論到此為止 下次再會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